小葱出苗号用这种营养水浇一下啊 小葱当时忘 把伤病冲害 大家好我是洪山胖哥 前两天啊一个一个村里一个室字啊 我做了一个小葱种植的小妙招啊 就是说你小葱出苗号啊 着实弱尤其现在天冷的啊 长得特别美 我这人比我心机啊 然后想让他快速找到 所以说我都在不断地学习啊 给村里这个水子也好 书也好 也就是经常喂一下 然后今天得到来个小妙招啊 然后我分享给大家 咱们今天都操作试错 大家开啊 我准备好了啊 这是我昨天来上配合的啊 这是营养液啊 营养水 这种营养水特别特别 养根啊 有给增加有多种油液菌啊 能给它们涂上 嗯 然后这水啊 我先给准备好菜了 然后基本上都30斤水啊 这是一斤啊 这个营养液啊 有人问这个营养液怎么配啊 就是为大家说啊 大家看这营养液配的方法很简单啊 嗯 然后就是说咱们烘烫啊 五克的烘烫加两克的啊 营养液啊 营养液啊 它说咱们蒸麦头用的啊 啊 一斤水啊 这样防止一晚上啊 这么一分 嗯 防止一晚上 嗯 就可以了 啊 今天啊 就是昨天晚上我配好了 嗯 然后 今天都可以 今天啊 第二天就能用 嗯 然后 呃 兑水啊 30斤 嗯 然后咱们 开始操作啊 直接倒水了 嗯 大家看啊 这是基本上30斤水啊 这一斤那个 红糖酵母液啊 你直接倒倒水了 啊 兑30斤水 啊 这样就可以了 烘烫的营养成分 不能掉 太有营养了 嗯 嗯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 然后嚼板啊 充分的嚼板 哎 咬子 哪个咬子啊 叫的水容易了 对这个红糖酵母液啊 充分的溶解啊 这样可以了 30斤水 然后嚼的时候啊 当然也可以拼散 也可以 啊 嚼 啊 大家看我们的小村 啊 现在长是 哎 长得好呢 嗯 是吧 嗯 然后说 我老九 我老九 他长得慢啊 嗯 大家看 老是长得可细小的啊 今天 就给他增加营养 他养根啊 咱这种那个红糖酵母液啊 配这个 他养根 而且啊 不容易生病虫啊 他这根状 都好 好奇的这个 一点绿 长得脆绿脆绿的 快速生长 哎 大家看啊 脚子 都是经常的脚啊 慢点 哎 这样的 都给小村增加营养 哎 都到学院下 要慢点 是小村的 没有肉 哎 咱们一定要 爱护 小心 你管 哎 哎 大家看啊 基本上浇起了 哎 就是 我这一桶水啊 基本上都用差不多了啊 基本上这一桶水啊 浇这一个锡子啊 就行了啊 然后我给说说啊 使用方法和注意思想啊 啊 呃 特别这个 红糖酵母液的时候啊 啊 这无克红糖 最好用开水啊 把这个 这无克的红糖 充开 啊 用开水 因为开水还能杀菌啊 充开以后 搅开以后 啊 再倒入这品种 嗯 这个 这个注意点啊 然后 啊 再要净放啊 就是一定要净放 一晚上啊 叫它 蜜蜂啊 蜜蜂好 要蜜蜂好 净放一晚上啊 就可以 跌了天就可以使用 啊 这个是咱们的 这个红糖啊 有许多 埃及酸啊 啊 黄物质 许多营养成分 啊 酵母菌是一种 游易菌 啊 它能激发 对咱们的土壤 可以在土壤啊 都有很好的作用 它又是 关键是生根级啊 咱那小村啊 它的根 叫它根壮 啊 那是咬根 嗯 叫它根壮了 哎 它这小村找的 垂涂垂涂 哎 快点啊 风筝不停 这种效果啊 这这个邻居审资 不是邻居审资 我们村一个审资 告诉我这小妙子啊 也用来啊 用来好多次啊 效果非常不错 所以说 就我可以试试啊 然后我 我专门啊 用这些小村 到我撒搏 这些小村 做事业 嗯 然后咱们到时候看啊 这种方法 效果特别好 一般使用拼瓷啊 就是 浇两次都行 那我们要去浇两次啊 接个野兆啊 浇两次啊 就 就OK了 小村长得愉愉松松啊 又长得愉快 哎 口感又好 嗯 又不容易生病充飞啊 所以说 大家可以试试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听 解极关注评论并不快啊 谢谢大家 再见